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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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 今天的手工作品 你们是不是很喜欢呢 在做手工作品之前 还是先让我们在自己的周围 寻找一下所需要的材料吧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 快点准备好 和我们一起找材料吧 我们需要准备包装好的纸卷筒 脑线 则 踏纸 好 材料已经找好了 接下来呢我们要活动一下手指了 让我们一起说 食指 拇指 胖胖 食指 装置 冰冷 做把剪刀剪剪 我的手指好灵活 好 手指已经活动开了 杰安老师赶快向我们怎么做吧 今天我要做一个黄皮肤的娃娃 所以我用黄色的纸 在纸筒周围包了一下 今天在做这个手工作品的时候 其实小朋友可以选择 做成不同肤色的小朋友 小朋友 那大家知道吗 这个全世界各种肤色的人种 你们能说出几种来呢 有黄皮肤的 Hello 红色皮肤的 Hello 白皮肤的 还有黑皮肤的 对了 主要我们可以分为黑种人 黄种人 白种人 当然也会有棕色的人种 那么我们各大洲的朋友呢 都是一家人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我们要在一起和睦相处 说的没错 我们动手来做吧 拿出红色的毛线 要来做娃娃的头发 我们把它往手上绕 像老师这样 好 缠好后 把它从手上拿下来 我们用剪刀剪开 这个步骤呢 我们又要用到剪刀了 提醒电视机前的小朋友 一定要注意安全 千万不要伤到手了 好 剪好以后是这样的 好 现在我们拿出双面胶 把它的底部 固定住 我们用双面胶 把底部固定住 像老师这样 然后我们把它揭开 接下来我们把头发 放在直筒的顶部 好 我们看到 然然老师给娃娃做的是 红颜色的头发 小朋友也可以给你们的娃娃 设计各种各样的发型 在这里呢 大家可以充分地发挥想象力 有长长的飘逸的披肩长发 也可以有非常短 非常酷的头发 当然了 头发的颜色 也可以做成五颜六色的 都可以 没错 然后我们为直筒娃娃贴上滚动眼珠 我们请双面胶来帮忙 好 我们把它固定在 直筒的这个位置 粘好一支后 我们粘另外一支 粘的时候小朋友们要注意对称 娃娃的眼睛就做好了 好 现在我们拿出一个红色的小绒球 来做娃娃的鼻子 我们同样请双面胶来帮忙 我们把它固定在 娃娃的这个位置 这样娃娃的鼻子就做好了 好 现在我们拿出一张白色的纸条 我们把它固定在 纸筒的底部 同样请双面胶来帮忙 然后我们像这样 被娃娃折出衣领 好的 那我们在做这个娃娃的时候 可以给她穿上不同的衣服 来代表她不同的职业 虽然我们做的是娃娃 但是小朋友可以有这种职业的体验 没错 可以做成医生 警察 白领 等等等等都可以 织好衣领以后是这样的 老师今天做的是一位公司职员 所以我给她准备了衬衫和领结 我们现在把它装饰到娃娃身上 这样我的娃娃就做好了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嘿嘿 大家好 我是一名公司职员 我要去上班了 我的就做好了 你们的呢 我们那也做好了 一起来看一下吧 我这个直童小人呢 看上去是不是不太一样呢 巧克力色的啊 对 肤色不一样啊 当然这个发型也是非常有特点 对不对啊 绒绒球很可爱啊 对 用小绒球来装饰 还是很棒的啊 好 来看看我做的 是个漂亮的金发女郎 还有她的这个装饰物啊 嗨 大家好 我是不是很漂亮呢 装饰的方法不一样 但同样都看上去非常可爱 非常的漂亮 好 我们来看看小朋友做的 好 哇 她的头发什么颜色的呀 红色 红色的 非常的漂亮啊 你这个发型很酷啊 好 回思议鼓舞掌 做的正好 好的 我们大家都学会了 不知道我们的好朋友木木 有没有学会吗 哈哈 我也学会了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步 用包装好的直卷筒 做娃娃的身体 第二步 用毛线做头发 将毛线缠在手上 然后剪开一端 将另一端固定在直卷筒里 第三步 将活动眼珠和毛球 固定在直卷筒上 做眼睛和鼻子 第四步 制作衣服 将纸条固定在直卷筒的下端 然后折出衣领 再将衬衣和领结 也固定在直卷筒上 这样好玩的直卷娃娃 就做好了 科学小子们 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那还等什么 赶快动起来吧 我们大家一起来到科学泡泡 一起动手动脑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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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学不是随便说说那么简简单单 需要我们星星观察 打打打打打打 一起动手动动手 动动动动动动动 我喜欢科学游戏 我相信我自己 一直动脑动动脑 动动动动动 科学世界没有烦恼 没有烦恼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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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在游戏里学习科学啦啦啦啦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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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在游戏里学习科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 ?! 作为游戏主题 咱们将到达只会比 造 virt堅价的游戏 科学泡泡 罤根 我们就有好玩的测试游戏了 快来和我们一起来玩吧 接下来节目 马上开始 亲爱的小船员快来吧 跑步跑步船长正在呼唤你 看雪杯之间有好多奥秘哈 我们大家一起探索去 有了 我们欢迎你 快快来这里 啦啦啦小船圆满欢迎你 啦啦啦小船圆满欢迎你 小船员 顾翔宇 莘仔 Fry 今年五岁 小船员 电云� andra 今年五岁 小船员 小船员 电云鞭 今年6岁 小船员 周梓威 今年6岁 欢迎小春来到泡泡飞船 欢迎你们 欢迎你们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看 今天在我们的泡泡飞船里 有好吃的东西 这个是什么呀 鸡蛋 小朋友们喜欢吃鸡蛋吗 喜欢 但是我们一天不能吃太多的鸡蛋 不吃不行 吃得太多可能也不好 也不太好 那今天我们要做的科学游戏 就和鸡蛋有关系 这里有一瓶水 就是普通的水 而这个鸡蛋呢 是没有煮过的生鸡蛋 在这里我要问问小朋友们 平时看妈妈煮鸡蛋吗 看过吗 没有 看过 你看过 好 来 看过的小船员 问你们一个问题啊 平时把这个生鸡蛋 放到水里煮的时候 还没有煮熟的情况下 这个生鸡蛋是在锅的底部 还是在上面呢 底部 好 那是不是这样呢 我们就亲自动手来试一试 这一杯呢就是普通的清水 好比现在我们要煮鸡蛋 把这个生鸡蛋放在里面 看一看啊 一二三 哇 来我们的小船员说的美色 为自己鼓鼓掌 好 那接下来呢 这边还有一杯清水 而我的旁边呢 有一些食盐 盐是什么味道的 食盐 没错 接下来我要往这个清水里边呢 放两勺食盐 让它成为饱和的食盐水哦 绿泡泡什么叫做饱和食盐水 饱和食盐水的意思就是说 往这个水里面加入一些食盐 搅拌 让这个食盐和水充分地溶解 直到不能够再溶解更多的盐 这个时候它就是饱和的食盐水 比如说看清水底部有一些盐链 说明就饱和了 也可以这么理解 有盐链沉淀 不能够再溶解了 这就叫饱和食盐水 好我们来看看啊 现在是清水啊 好 加一勺 然后搅拌一下啊 如果能溶解 说明它还没有饱和哦 我们看这个盐在水中 慢慢地怎么样啊 溶解了吗 溶解了 溶解了是不是 基本上都溶解了 好 那需要再加一勺应该 那我们再来加一勺啊 再加一勺 那它就饱和了 好 直到我们看这个水的底部 有一些盐粒啊 再加两勺吧 这个就差不多了 太饱和了 好 我们来看一看 你看 现在这杯盐水的颜色怎么样 跟清水比 红浊了一点 哦 说的没错 很准确 而且我们仔细看 可以看到底部的 已经沉淀了一些的盐粒了啊 所以呢 它现在是一杯什么呀 饱和的食盐水 说的没错 真好 那么接下来问题又来了 小朋友们 如果我再拿出一颗生鸡蛋 放进饱和的食盐水里 你们觉得鸡蛋会沉底 还是会浮起来 浮 都认为会浮起来 为什么呢 为什么会这样认为 来说 为什么 因为加了盐 它就 就有重量 我觉得会感觉很咸 谁有重量了 水 小程元其实说的很棒啊 加了盐水的重量 水比鸡蛋要重了 所以鸡蛋以后就有可能浮起来了 你听起来有点道理啊 来 你觉得呢 我在海里游泳就能浮起来了 那海里边有什么 海水是什么味道 盐 说明里边有 盐 小朋友很有生活的常识啊 对 因为自己在含有盐分的 含水里游泳 很容易漂浮起来 所以他觉得现在这颗生鸡蛋 就好比是我们小朋友 这一颗盐水 这是海水 大海啊 我们来看看啊 好 一起数三生数 一 二 三 怎么样啊 谢谢 哇 哇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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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咕咕咕咕 小朋友们好棒啊 好神奇啊 你看普通的水 把生鸡蛋放在里面 沉底了 把它变成饱和食盐水 前提一定要饱和 对 放的盐不够是不行的啊 变成饱和的食盐水之后 鸡蛋居然浮在了水面 哇 好明显啊 真的是太明显了 其实呢 关于这方面的这个科学游戏啊 不止这一个 哇 这样吧 接下来我们再一起来玩一个 好玩的科学游戏 好吗 好 小传员们 让我们一起大声唱出我们的口号 好的 下面呢 我们再来玩一个好玩的科学游戏啊 也是和刚才那个科学游戏的道理呢 很香像 我们来看一看 好 我们来看一看 哇 利泡泡泡的手里呢 拿了两个塑料袋里面装满了水 也有两颗生鸡蛋 大家观察一下 有什么区别 有什么区别 这个鸡蛋是在什么位置 上面 浮在上面 而这个呢 下面 下面 所以一袋是什么水 这个浮在下面的里面装的是什么 清水 而这个呢 浮起来的 饱和水 盐水 准确的说是饱和食盐水 对 接下来我们要从高空 让这个袋子摔下去 我们来猜一猜 首先我们来试清水的这个袋子 如果把它从高处往下扔的话 高处往下的话 你们觉得 鸡蛋会怎么样 碎 为什么呢 因为鸡蛋的皮一颗就碎 鸡蛋一颗就碎 那我们请小船员来试一试 来试试 那谁来 好 杨阳你来 拿好啊 有点沉 好 电视机前小朋友看好了 我数一二三 你就松手啊 一二三 拿出来让大家看一看 鸡蛋怎么样了 鸡蛋怎么样了 这个蛋黄啊 基本上已经露出来了啊 说明这个清水的袋子 能够保护好鸡蛋吗 不能 不能 它已经碎了 是吧 对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试一试 盐水的这个袋子 来 好 准备好啊 同样我们数三个数啊 一 二 三 哇 鸡蛋怎么样啊 没碎 还是完好无损 非常棒啊 哇 好棒 好的 刚才啊 经过我们的实验 我们发现啊 装有清水的这个鸡蛋呢 怎么样 破了吗 破了 破了 而装有这个食盐水这袋子里的鸡蛋 破了吗 没破 谁能告诉我 这又是为什么呢 谁知道 食盐水 鸡蛋会浮起来 会浮起来为什么就不破呢 对啊 因为在底下 力量很大 在上面力量小 谁 放有食盐水的这个袋子 谁在下面 水在下面还是鸡蛋在下面 水在下的 水在下面 说的没错 因为这个放有食盐水的这个袋子啊 鸡蛋是浮在中间的 所以说在落地的时候呢 没有地面没有直接接触到鸡蛋 这个食盐水很好的起到了缓冲的作用 对不对 起到了一个保护的作用 所以这个袋子里的鸡蛋啊 就是完好无损了 太棒了 知道点博士呼叫我们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好 来 小朋友们 知道点博士又学会了一个神奇的本领 快看 我这里有两个装的满满的 不同颜色的液体的杯子 现在我要把这个杯子这样合在上面 你们猜它们会不会混合在一起呢 混合在一起 让我们来试一试吧 我先盖上一个塑料膜 然后把它倒过来 怎么样 小朋友们 是不是很棒 很神奇呢 我知道点博士 但是知道一点点的 再见 再见 好了小小朋友们 今天你们表现得很出色 我们来试试一下吧 伸出你的手 棒棒棒 做你的鼓装 棒棒棒 小朋友 小朋友 你真棒 小朋友 小朋友 你最棒 请你像我这样做 我就像你这样做 请你像我这样做 我就像你这样做 继续机前的小朋友们 快点准备好 和我们一起来做 来拳体操 莫拳 冲拳 折挡 踢腿 莫拳 冲拳 折挡 踢腿 跪及一身正气 来拳 来拳体操 手刀侧踢 样样精通 来拳体操 跌倒也不怕 拥走也无敌 跟我一起 嘿嘿嘿嘿 抬拳体操 打出一个完美 无度 抬拳体操 踢出一片 绚丽天空 抬拳体操 跌倒也不怕 有这片无敌 跟我一起 嘿嘿嘿嘿 抬拳体操 谁 会一会双手 拍一拍肩膀 和我一起快乐游戏 只会输 眨一眨眼睛 转个圈圈 和我一起来拔指挥树 现在就请你 跟着我出发 只会抱抱就是这是我 现在就请你跟着我出发 军费乐园 马上就到达